等讲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 词戒不堕落三恶道 词戒来世升天 所以佛陀利益众生 第一个行为 他就告诉我们 行为主宰命运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要我们持戒 也不是找我们麻烦 约束我们 事实上就是保护我们的意思 就像天气冷了 妈妈叫我们要穿衣服 天气热了 她叫我们要吹电扇 各位冷气够不够强啊 如果不够 你找一个凉的位置 有些地方比较凉 所以贤圣修道 也是要阶 要做一个贤者 做一个圣者 基本上就是 不要伤害到其他的众生 就是戒的意义 三恶等见 七重通收 那修学佛教 最主要是动机 动机决定功德 比如说第一个动机 那就是希望现世快乐 健康 有钱 家庭美满 事业顺利 来世还可以更快乐 来世升天 那如果你相信 因果观念 所以那你就应该要 念一下 孝顺父母 超度祖先 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身 守五戒 修实善 常布施 供养三宝 帮助贫穷 如果你这样去做呢 那你保证 这一辈子快乐 所以来世快乐 但是如果一个人 不相信佛法的因果 他会用他的心机 来做事情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好像是成功了 事实上 痛苦更多 那我们相信佛法 所以今天要来持戒 一方面 忏悔业障 把过去之前 种种的恶业 什么是恶业 念一下 杀身 偷盗 跟我念 逃漏税 这一条很严重 因为我经常去 我经常去欧洲 加拿大 他们没有这一条的 很少人要 敢逃漏税的 因为那边 言得不得了 所以 但是在我们 这个很正常 也叫两条税 一条报政府 一条自己用 加一条 还有私房钱 三条 意思 因为大家都如此 所以我们就如此 那事实上 逃漏税 就是 因为国家的福利 就不好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一点 站在菩萨道 你能够准时缴税金 事实上 这是一种福报 整个国家 花园 社会制度 医疗 等等 都是靠这些税金来的 如果你想得很远 那 你就会投入这个功德 因为这是整个国家的 所以 杀生偷盗 习淫 习淫就男生 对不起太太 所以 这也是不道德 会破坏家庭 第四个 骗人 第五个 喝酒 等等 所以今天 大家来 持戒 那第二种 动机呢 这最重要了 当然 佛教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一个人 升天 下地狱 长得很漂亮 很有钱 智慧很高 天生就很会唱歌 天天 就有特殊的才能 而且 福报比别人大 这个就是 他过去是修来的 所以我们要 随喜 所以 那自己不好 我们忏悔 别人 像我以前 看人家打篮球 都185公分 190公分 我就有点自卑 为什么我只可以踢足球呢 我不能去 打篮球呢 所以我教我最矮 所以从小就觉得 你修得不好 那这是为什么 一个人比 比别人矮一点呢 假设想就是傲慢 看不起别人 就傲慢一点 谦虚 尊敬师长 都拜佛 那就高一点 所以 这是一个自然的果报 像佛陀的堂弟 南陀 还有帅的比女人还漂亮 这是他过去 布施了毛巾 肥皂 出家人洗澡的浴室 所以 那让出家人 洗完澡 各个外表很轻松 很快乐 所以他皮肤外表 比女人还漂亮 所以南陀有30项 我经常这样宣布 所以等一下下课 就会收落一大堆肥皂 毛巾 然后我就帮你送给 其他出家人 所以 这个很简单 行为主宰命运 所以各位了解这个 但是世间的富贵福报漂亮 事实上是暂时的 像各位信英国的人 你不用跟他争这一世 我这一世150公分 那我好好忏悔 拜佛会比人家容易拜 所以 这个叫看开了 那长得高要干嘛 为了成佛 所以我要长得高 这样就好了 为了成佛 我也可以长得矮 众生要我实现什么 我就实现什么 这个就是解脱到 他已经超越了 这个世间的善跟恶 所谓的富贵贫贱 就像出家人托波 日中一时的 各位去泰国缅甸看 他们 各个像乞丐一样 但是他们 这个叫乞士 虽然他们是乞丐 他们是为了解脱 让众生种福田 特别是农历七月份 念一下 共佛摘生 父母得福报 祖先得超度 原来我们在家 这么有钱 还没有福报 去超度父母 去改变父母的命运 我们要去供养 那些慈戒的出家人 他们修苦行 生活过多 不用我们苦 但是原来他们 为了解脱在修行 为了脱离轮回 因为对他来讲 再高的皇帝 就像释迦牟尼佛 做皇帝 他也知道 做皇帝也不究竟 脱离不了什么 来 生老病死苦 这个是佛教 最主要的意义 生老病死轮回苦 那你要解脱生死 那你要消除生死的因 念一下 贪嗔痴 各种烦恼 贪嗔痴 三毒心不除 六道轮回 永不停止 购药经常 贝有贪嗔痴 就有六道轮回 不是谁制造你生死的 得癌症也好 车祸也好 早死也好 晚死也好 都是自己的心造成的 心引导行为 这个叫烦恼 造业 那你就会受苦 所以第二种根气 了解这个道理 除了现世快乐 断恶修缮 持戒不失 进一步呢 各位今天来守八观灾戒 就这个意思 今天守八观灾戒 就不能吃晚餐 夫妻不能一起睡觉 不能去唱歌跳舞 不能戴耳环漂亮 连皮的都不能穿 这样呢 除了不伤害众生 断除欲望 没有男女的 吃的 外表的 种种的欲望 所以 像有一种 闭关七天 没有床可以睡的 他们就一人一个仆团 就在那边 没办法 七天 老和尚不洗澡了 老和尚七天不洗澡 不会怎么样 那我们七天不洗澡 冻北凋悟 因为我们欲望很重 但是你要这样磨七天 叫阎磨敌 文书菩萨的法门 为什么 他要空性不是光理论 断除你对身体的 爱人的执着 睡觉 洗澡 干净 这些 他叫你七天 不能动 叫我去参加 我考虑考虑 谁言不去 我没法度 但是 但是他们 会有人家排队报名 对不对 他们觉得这个是 难得的机会 当然这有各有各的好处 至少各位了解这个意义 能够对身体 金钱 爱情 欲望 放得下的 那就是一种自在 佛教里面的快乐 不是满足 佛教里面的快乐是 你没有欲望 那不是快乐的 自在的 往外求就苦 往内征服 向内心进化 所以今天各位八观哉 解决这个意思 除了守五戒 以外 断贪欲 得到 中等根基的福报 那第三种 最重要的 这是我们大乘佛教的 精髓 农历七月份 普渡月 我们精进的守戒 守八万灾戒 回向给所有众生 因为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 对自己而言 要求自己成佛 对众生而言 愿他们离苦 将来往生净土 未来成佛 以这种念下 大悲菩提心 受持八戒 那各位虽然讲这个 但不离开前面的 不离开前面的 人天福报的 持戒不失 也不离开解脱道的 出离心 以这个来受 八万灾戒 好不好 那这样功德最大 地藏经说 我们送地藏经 不要光给 回向给自己父母祖先 地藏经怎么说 来回向法界 他这个法界有十法界 诸佛菩萨 身文言诀 六道法界 我们持戒 修行 诵经 回向法界众生 愿他们都成佛 因为自己也发愿 要成佛了 那这个功德最大 那你这样回向完以后 你为什么这样做 是因为你 为你妈妈而这样做 为生病的人这样做 所以 你为你妈妈或生病 反而对方得到的功德 是回向法界的功德 所以当然你最后再回向 你自己要回向也可以 所以 六道众生 离苦我乃成佛 那各位要发起这个无上心 来受持八观再戒 当然今天各位 如果标准 各位不要光受今天而已 但是开圆一下 不要每天晚上不吃 你晚上还可以吃 吃素就好 好不好 大秤的嘛 但是如果你在寺庙 就不要吃 这样可不可以 那这样人就多了 这个叫方便 事实上我们出家人 晚上也有吃 对不对 也有很吃戒没吃的 但是出家人晚上吃 是为了度众生 跟众生谈佛法 再来有这个体力 三经半夜还去祝念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住在寺庙 然后八点半就睡觉了 他晚上最好不要吃 因为他们早上一大早又要起来了 所以这样来持戒是最好 但是如果在外面 这个像我们这叫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因为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方便 那自己有惭愧心 但是今天就要过午不时 好不好 他是农历七月份 整个月你都守八观再戒 但是晚上 当作药食 怀着惭愧心 来吃 那这样守整个月的大乘八观再戒 好不好 对了 声音就多一点 佛教叫善巧方便 诱拐众生 事实上不是为了个人的目的 这样你就愿意守 你这样守 那福报更大 只是说 七月份晚上吃 晚上要吃之前 记得去施死一下 先布施给众生 然后自己怀着惭愧心 为什么要吃 为了要度家里的人 因为各位有家人 必须跟家人吃饭 如果你因为七月份 晚上就不跟老公吃饭 老公会翻脸的 那这样就不慈悲 但是如果是出家人 你跟老公吃什么饭 没有老公老婆了 所以你就自己 自己不吃 好好去打坐 修行 忏悔 这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在家菩萨 那就很难做这样了 不然做久 你还真的是出家离婚去了 然后你要看情况 所以当然像我 跑来跑去 度的都是在家菩萨 那久了 你当然要陪他们 对不对 陪他们吃饭 目的谈佛法 这样了解了 所以特别解释 三机 你 fase都不戏了 开始 胃 地 我们下期再见